好,一之一的习题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里 将括号A加B乘上括号M加N 乘上括号QP加Q 把它乘开整理之后 请问可以得到多少种不同的像 好,那这个呢,其实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 就是 嗯,组队 组队,好,比如说这边是 两个六年级的 好,两个六年级的 跟五年级的,跟四年级的 六年级的,你看你要选A还是选B 五年级的,你要选M还是选N 四年级的,你要选P还是选Q 好,那我六年级的,我选A 五年级的,我选N 四年级的,我选Q 那我就会产生一组叫做ANQ 好,所以就是我这里出A 这里出N,这里出Q 好,那一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菜啦 好,先譬如像什么,前菜 前菜有什么,前菜有什么东西 沙拉或者是,嗯 忘记,前菜,沙拉又,除了沙拉 好吧,那就是水果沙拉跟蔬菜沙拉 那就可以选一个,对不对 然后呢,你的主餐可以吃牛肉还是吃猪肉 你的甜点是要红茶还是绿茶 是不是一样,它一样的题目 只是它有可能就是会用 不同的年级 或者是餐厅不同的菜色 或者是像这里单纯就是用ABCD的符号下去做表示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好,所以我这边承开整理可以得到几种不同的项 来,第一个括号我有两个选择 第二个括号也是两个选择 第三个括号也是两个选择 所以我总共呢,就会有八种不同的项